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确实是由于加入了很多有意思的桥段 才让整个故事更加的饱满 让人们看得真是大哭过瘾 在剧中说最让人欣喜的 莫过于杨子所饰演白妖妖的哭泣 今天有片场曾经拍到杨子对着一个玻璃屏幕 就能痛哭一个多小时足以看得出来 他现在已经能够完全拿捏自己的演技和状态 比起前几年被人各种批评和指责 他近几年来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作为男一号的人嘉伦 在剧中的两大角色的无缝切换 也让人们看到了他惊人的演技 他的前世本是天界的神仙 在认识千年的白妖妖 用自己的性命保护了白蛇之后 被封印无感变成石头 千年之后转世为钥匙工的许轩 当然让很多的网友觉得 比起许轩的各种小毛病 他们更加喜欢具有神仙气质的子轩 上一次让人们感慨 有如此仙侠风的男一号 那就是《花千古》中 霍剑法所扮演的白子画了 然而随着天机的热播 总体评价来说 人气已经逐步超越了《花千古》 并且曲轩的多人格切换 明显要比白子画的一张面瘫脸强很多 毕竟子轩也曾经真正喜欢白妖妖 而在剧中的《白子画》 对于赵丽颖所饰演的《花千古》 只是有一些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样子 所以有很多网友表示 同样是高人气的仙侠作品 《花千古》式的电视上播出 而天机只不过是在网络上放映 但是无论是从人物性格 还是整个故事的发展延伸来看 子轩实在是比白子画强太多了 甚至有网友拍着胸脯跟身边的朋友 保证到十个白子画 都抵不过一个子轩 足以看得出 人们对于这部电视剧的男主角 速到到底认可到了什么样的高度 不过在很多人眼里 一部好的作品 其实不光是在于借鉴 对于这部电视剧的电视剧 对于这部电视剧的电视剧